给大家科普一下老伙计们总是问的什么叫做高清编解码,什么叫做小金标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 咱们这次更新讲解一下2024版的高清编解码金字塔图 蓝牙耳机呢是通过蓝牙来连接手机和耳机来传输音乐数据的 传输的这个过程呢就类似于搬家 首先要把音频文件打包 传输到耳机之后再解包 好的编解码相当于是用了大卡车来搬运 它呢就可以一次搬的更多 还可以搬运很多大件的东西 而差的编解码相当于猴子掰玉米 不但车差还丢东拉西的 那自然音乐也就无法原汁原味的还原 这是我做的蓝牙编解码金字塔图 理论上越往金字塔尖 编解码格式呢就越先进 越往金字塔底编解码就越差 如果你想买一个无线耳机听无损音频 那耳机的编解码至少应该在这一档 就是LDAC LHDC或者骁龙畅听的APTXLL 或者你也可以无脑选择小金标 因为大家看小金标的这个基准认证 是900kbps的码率 过了它的认证 基本上就可以保证综合音质了 而2023年初刚刚更新的LHDC5.0编辑码已经开始超越LDAC了 它的主要特点是最高支持192千赫兹的采样频率 最高的码率达到了1000kbps 不过今年的巅峰存在是刚刚发布的华为高清编辑码协议 L2HC3.0 以前的L2HC就改名叫L2HC2.0 3.0的协议最高支持192千赫兹的采样率 同时最大码率推到了1920kbps 这个也是华为宣传自己是星闪核心技术 超越CD音质的原因 其实它用的并不是星闪技术 而是先把星闪中的一个核心技术1920kbps的码率 搬到了L2HC3.0的协议里 这个确实是目前蓝牙编辑码的天花板 其他不标榜的一般就是最普通的音频编辑码AAC 而最为古老的SBC编辑码 因为损失太大 延迟大 目前已经很少有百元以上耳机的产品采用了 额外说一句的是 2022年更新的蓝牙5.3硬件基础中 集成了一个新的基础编码器 也就是LC3 如果你的蓝牙5.3支持AAC编辑码 那么默认它就会支持LC3编辑码 LC3编辑码主要是为了降低延迟而存在的 所以理论上只要是蓝牙5.3AAC编辑码的耳机 即便是没有标榜各种花里胡哨的游戏低延迟 它也是有一套传输端20毫秒的游戏低延迟模式的 默认打开 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一款耳机音质的好语坏 其实80%取决于声音相关的配件 而只有20%取决于音频编辑码器 也就是说 越好的耳机越需要好的编辑码器 而空有高清编辑码并不好听的耳机也不在少数 应该可以理解为高清编辑码或者是小金标 其实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它是花而不是锦 好的升学设计才是基础的东西 锦